我先生給我的影響很大 在他生病一直住院 大概一直陪伴他的同時 他給了我足夠的能量 他後來給我講一句 我相信你能夠把孩子帶好 跟家裡顧好 就是因為他的相信 讓我們有十足的信心 可以這樣子走過來 作詞文化 詞文化 作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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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十年來如一日 就是早上三點半起來工作 工作到十二點半這一點 就是睡覺 睡覺起來 我大概三點多起來 5點回來就是吃晚餐吃完等孩子回來聊聊天就睡覺了 十年來就是都這樣子 就是很簡單的生活 然後孩子也都跟我一樣就是很簡單 早餐賣剛開始生意非常不好 因為賣兩三百塊而已 生意要好一定要有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研究出我們的捲捲燒 我們自己研究的一個蛋餅 所以那時候沒想到在家瑞湖賣得非常好 那時候我們光煎一個蛋餅四個人來煎 從一開始賣到結束都沒有停過 但是這樣子生意好 但是我現在就忙就變成累 太過勞累就整個身體又出狀況 我其實蠻驚訝說 小孩子為什麼有這種想法 你說媽妳趕快來我被車撞 他不是他先問你說媽妳有沒有空 蛤我有沒有空 我說什麼事我被車撞了 我說我當然有空 所以我就去然後我跟小孩子聊 之後我才知道他的想法是 他認為他在他心裡認為我工作是第一 他們是其次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很多事情都一直在告訴我 賺錢不是最重要 孩子照顧好才是最重要 很難過我就會看著孩子我就會心就會那個 其實這十年又有人想說要介紹 希望我在家或怎樣 自己已經曾經有過了 曾經什麼都有過的 那都無無所謂 這段期間就陪伴孩子長大 那未來未來怎樣 我覺得也不用刻意怎樣 一個人生活或者是陪伴孩子這樣的過程 也是很幸福 其實對未來的如果從來沒有擔心過 因為明天會怎樣不知道 把今天過好就好了 我就是認真的做好 我每一天該做的事情 其他我就真的沒想那麼多 的盡力 的盡力 我今天過akah